這次會談是歐巴馬連任總統之後 和卡爾紮伊的首次會談 主要討論美軍駐阿富汗的撤退時間表 會後雙方都同意 加快撤走在阿富汗的美軍 會後聲明指 美軍在2014年之後 所有駐阿富汗、合法保護美軍 和雙方安保合作等問題 將會在協議中更清楚釐清 歐巴馬表示駐阿富汗美軍戰鬥和領導能力都有所提升 所以加快結束美軍在當地的戰鬥任務 不過重新 面對阿爾蓋達等恐怖組織 美軍仍然會致力對抗 目前約有66,000名美軍在阿富汗留守 歐巴馬就透露可能在明年全面撤軍 但現在仍然未有決定 而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就說 很高興美國同意撤軍 將國家安保交回給阿富汗軍隊負責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陳榮三不道